大家好,欢迎收看59414医师来解获直播第三集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驻站副产科医师潘骏和潘医师来为大家直播解获 那欢迎潘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潘医师 潘医师您好 那今天很高兴能邀请您来做直播 那关于副产科的部分呢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就是像生产的时候需要到妇产科 或者是女性朋友因为生理期的部分也会想要妇产科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家会很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说在避孕的部分 那今天就要请医师来为我们解惑关于一些避孕的一些相关问题 那首先那要请潘医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避孕目前一共有几种方式呢 是的,我先从一个最自然的方式开始讲解 首先就是以外射精 就是作案的时候不要射精在里面 但是以外射精 其实是最不安全的方式之败率最高 因为因为从来射出来了 因为核材的作用力已经胜出到那个女性的阴道里面 一点点记忆就可能有几百万只精从 所以这是很不安全的 第二个方法是用计算安全区 计算安全区 那怎么计算 有很多人不会计算 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大部分人只知道说 大概是第14天左右 这一部分人是可行的 这怎么讲呢 如果你月经是28天的人 在28天减14天 就第14天是避开这危险局 往外出站 就是距离越远就越安全 但是如果你月经是30天的人 那应该怎么算 应该30天减14天 就是第16天是安全区 如果你月经是35天的人 你的安全区在哪里呢 你的危险区在哪里呢 就是35天14天 就是21天是排卵区 你要避开排卵区 那就是安全区 为什么讲14天呢 简单的讲 当你排卵之后 你的主公只等待了你14天 14天如果没有狩猎 月经就来了 所以不会 所以 就是 就是 我比较喜欢逼运区 那在 那西方 他们不太喜欢逼运区 他们比较常用的是 吃逼运药 为什么因为西方人子宫很大 相对的子宫紧口很大 病气才会掉出来 那我们当然装病气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什么都不管 也不用去吃药 如果叫我们吃病药 每天吃药 有些人就觉得 哦 每天吃药好吗 一大堆问题来了 会不会伤身体 会不会 给事伤胜荡等等 有些是容易忘掉啦 尤其我们自己人都过得很匆忙的 所以今天讲的是 装病气一种方法 病气有没有失败油 至少有百分之二十败率 为什么病气有时候管不着 全部的子宫的子宫腔 比如说在子宫脚 受孕的兵器管不着 这个意思 病气的作用是什么呢 当受精炎要走 然后他去干扰它 一碰 受精炎就掉下来了 这个意思 以前的病气 我简单讲一个有趣的事情 病气是怎么来的 因为在沙漠的地方 阿拉伯 阿拉伯 阿拉伯在一度是全世界很强 尽的一个帝国 他们三个全国非常发达 洛杉一坐到 远坐到非洲去 在东方又坐到中国来 他们的骆驼 骆驼不可以在中途 怀孕 中途怀孕就没办法 输送货物啦 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 把那个圆形的小石头 就塞到子宫里面去 当然落得那么大 他的子宫洞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们用石头可以塞进去 那在走路的时候 那石头滚动滚动 如果一受孕就把那个 扣进来 把它打掉 这就是病气 就顺便再讲一下 这个有趣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就是 我们讲的是吃避孕药 坦白讲 吃避孕药才是最有效的 我讲的避孕药就讲 一般传统的事前避孕药 事前避孕药要吃几天 通常是吃21天 21天怎么讲呢 就是你月经来 一般是第五天开始吃 吃21天 如果你每天都有 不用的话 可以保证100% 100%避孕药 这唯一有100%有效的 就是吃避孕药 但是你必须要每天都吃 当然有人问 我的避孕药是28天 其实后面那7天一个礼拜 都是糖衣或者铁剂 这中间让你过来的意思 那一般吃到21天 你想想看第五天吃21天吃完 就26天再过两天来吃28天 所以你的金钱也可以调得非常的准 那么再下来呢 就是事后避孕药 事后避孕药是最近这几年才发明的 就是说你吃 我做完以后 我糟糕的 我很怕怀疑 就来买病药吃 我们叫事后碗 这事后病药是一种强力 非常强的一个荷尔蒙 它是让你造成一个子宫内蒙 一个很坏的不利酌肠的环境 你独死他手上 好 受病药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可以大概这么讲 你马上坐完以后 马上吃 有95%的这个病成功率 但是你当你过了12个钟头以后 你的成功率掉到80度 然后你到48小时后 这样你可以以后再吃 那成功率会掉到怎么样 要到65% 所以那超似乎 我告诉你 你吃了整个美食 但事后病药有什么缺陈 第一个不能保证 第二点吃了以后 过一个礼拜会出学 你搞不清楚道具 这学是月经红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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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效果 再接下来就是什么 感受人工就结束 结束就是小白玉 过去都是尤其女性结束 尤其在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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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结束的时候 开始就要老公去结束 这有一个社会意义是什么 聪明的女性 为什么老公结束 要 为什么 那还是会有一些模糊的地带 可能会让大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想要请医生来帮我们理清的部分是说 像生理期间要结束的时候 如果有性行为导致怀孕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好 我简单讲 如果你的月经是21天周期 那算起来危险局是21.14天 第七天 可能排卵喔 所以当然你如果月经来第五天到第七天 甚至月经那个时候是有可能受孕的 但是你如果月经是在25天以上 譬如说28天 你的排卵局就在第14天 那距离月经结束也足足有一个礼拜 我想内市可能性非常小 应该讲是不可能 因为你的精子不可能活超过48小时 换句话说 你相隔到3天以上 就不会怀孕了 所以这个可能性非常小的 要看你的孕周期 所以还是要看孕周期去判断说 他的可能性这样子 那基本上可能性还是偏低 偏低 我想应该是95%以下 怀孕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怀孕几率是蛮低的 了解 那像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像生理期晚到 我们都知道说原因还蛮多种 例如说可能像压力啊 或者是晚睡 都可能导致女性的生理期会晚到 但是有一些有性生活的女性就会特别担心说怀孕的可能性 那我们就想请问医生说 生理期晚到多久会有怀孕的可能性呢 我想应该我先讲一个观念 如果今天跟老公有性生活 我而且有受精之后要经过18天才会验得出怀孕 我现在讲是说用一般验尿的方式来验怀孕 今天你受孕之后第18天才验得出来 所以用这样来算 那你就大概也会知道说 我验了多久才验 那一般为什么讲说 是月经10来之后3天验得出来 是因为你譬如你今天是 第14天是危险期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14天 是不是等2 再加上18天 是不是32天 32天减掉你原来的月经周期 如果是28天来一次 那换句话说 是不是你今天月经盖来没来 经过3天的时候 刚好就18天可以验得出来 你用这样来计算就对了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计算 那基本上 要18天才会知道说是有 有没有怀孕 对 验得出来 有时候15天验不出来 15天是验不出来 验不出来 对 好 那我们知道了 那第3个问题是说 关于就是性行为后 如果有出现 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怀孕呢 出血是指什么出血 当性行为之后 过后 隔天就立即出血呢 还是说 经过14天呢 如果是前者的话呢 如果说出血 那跟怀孕不相干的 出血可能是因为 因为你在性交的活动当中 因阴晶的龟头摩擦到子宫颈造成表皮的一个擦伤的出血 跟有没有怀孕两者不相干 因为这个出血 因为这个出血 你月经已经来了 对 这是两回事 当然说你如果到月经 刚好要来的那几天 就在一起之后出血 也可能因为这样 使月经提前 提前剥落出血 那当然接着月经就应该来了 如果只出血的一点点或一两天 就没有了 根本不像原来月经的量跟形态 那还是有可能怀孕的 不能够用这样来判断 是不是怀孕 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上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性行为之后18天之后 去进行业孕的动作 这样子会比较准确 是的 好 那我们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会想要整理就是 现场的有没有一些网友的问题 是 那我们就是看一下现场的网友 请网友先提问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询问医生的 好 那我们之前还有一个网友想要特别询问的一个问题是 像避孕药如果忘记吃怎么办 好 我的建议是避孕药如果忘记吃 接下来 连续两天 一天吃两次 过去有人说 譬如说我晚上忘记吃 我第二天早上吃 五次一次 我在我的经验当中是不够的 因为这样可能还会有一些出血 减重出血 所以吃两次之后 隔天再各吃两次 这样应该可以保证 不会中途出血 而且呢 应该避孕还是有效的 所以就是要带 如果今天没有吃到避孕药 那就是每天连续两天 对 一天吃两次 一天吃两次 对 换句话说你避孕药变成会提前一天吃完 那没有关系 嗯 嗯 所以就是要变成是要连续去吃 然后一天各吃两次 去维持病运药的效果 这样子 是的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网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 医生我们现在有一个网友 就是他的问题是 经验来的时候 要如何让经血流的顺畅一点 嗯 这所不顺畅是什么原因的 嗯 因为他是 嗯 因为网友现在的年纪是36岁 所以他就是对于就是经验的部分 就有一个疑问是 经血要如何让他顺畅一点 好 首先讲第一个 你 要先检查到去子宫有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是假定说 你可能你的月薪是正常的 就是说你的子宫并没有长肌肉 而且你的排卵是正常的 那么你的月薪应该是有固定的 就是说你每一个月来都来个五天 量都一样 那就正常 如果这个月来的 本来都每个月来五天 这个月来的一天或半天 或来的量很明显的少于原来的五分之一 那就应该做个检查 就可能是 是怀孕了 那 他不顺畅 其实 没有任何方法 让他顺畅 因为 冰血是一种 我们自己的荷尔蒙的调节 是没办法 有我们的想法或抑制所左右的 是没有办法的 嗯 好 那我们了解了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潘医师 来为大家解惑 解惑 就是关于一些避孕的问题 是 嗯 谢谢潘医师 好 那我们下个月五九一四医师来解惑 也会持续为大家来解惑 那如果有什么想问医生的话呢 都可以在上五九一四呼叫医生的网站 来留言发问哦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来结束了 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我有点小笑 是 而且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